寶可梦在逃跑之前是有征兆的 这支影片就要和大家分享 100%绝对不中断连锁的方法 欢迎来到FIN TV5 是阿芬 以下的影片内容会先从最基本的 你该如何拿取控制器 到最后告诉大家 如何看出宝可梦即将逃跑 我想应该会有人感到困惑 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连锁跌高 原因就是当我们连续桌取 越多同种类的宝可梦 能够得到的经验值 树果和糖果都会加倍 而且遇见稀有和异色宝可梦的几率 也都会变得更高 在累积连锁之前 一定要使用对的方式 拿取控制器才能够提升捕获率 官方的教学是将控制器 对准荧幕上的精灵球 按下A键准备之后再进行投球 但是我个人尝试过这个方法数十次过后 发现总是没办法将球投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所以我就来分享我个人的丢球方法 给大家参考参考 首先我们需要正面对着游戏画面 接下来讲控制器垂直拿起 按下A键准备之后 自然的向前做出丢出的动作 就可以丢出不偏不移的球了 这个方法就算是使用 精灵球plus也适用 而丢出的时机需要多做练习才会有手感 该追求的目标是 在球圈越狭小的时候 击中圈内 收服成功的几率才会越大 我们也能够透过圆圈的颜色来判断收服的难易度 绿色代表简单 红色代表困难 若是碰到难以收服的宝可梦时 可以切换更好的精灵球种 喂食莓果 或是加入第二个玩家一起丢球 这几个方法都是能够提升收服率的 若是要维持连锁 就必须要了解哪些事情会令连锁中断 第一件会令连锁中断的事情 就是捕捉了其他种类的宝可梦 但是这不代表你需要东躲西闪的 因为若是不小心遭遇了其他种类的宝可梦 直接逃跑就可以了 这不会令连锁中断的 第二个会令连锁中断的事情 就是重新打开游戏 就算是在关机之前 有先经过存档 但在游戏被结束 又再一次被打开的时候 连锁还是会归零的 不过庆幸的是 Switch的休眠功能 则不会令连锁中断 若是你连锁到了很高的数量 想要维持却又想要结束游玩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休眠的功能 让游戏在Switch的背景继续执行 第三个会令连锁中断的事情 就是我们连锁的目标宝可梦 从捉取的过程中逃跑了 尽管我们不能令宝可梦变得不会逃跑 但是我们能够在宝可梦逃跑之前 先行逃离卓取 就能够完美的避免掉 连锁中断的问题了 每一种类的宝可梦 在逃跑之前 都会有一个独特的动作 当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大约三四秒钟 宝可梦就一定会逃跑 这个动作有别于一般的攻击动作 通常都会是宝可梦对着你鸣叫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仍然是可以丢球的 并且在动作结束之后 也还有一次丢球的时间 不过若是你的这颗球丢歪了 又或者是没有顺利的收服 你就要马上按B抢先逃跑了 若是你对目标宝可梦悲伤了熟悉 一定能够马上认出它的逃跑动作 但若是你正在狩猎一只脚步熟悉的宝可梦 也完全不用担心你会认不出来 为了完全避免有任何 令连锁中断的事情发生 你必须做好准备 首先先打开选单进入宝可梦图件 找到你想要连续捕捉的宝可梦 查看资料查看动作 下一个动作 你就能够看到宝可梦平时攻击的动作 再按一次下一个动作 而这就是宝可梦逃跑前会做的动作 每一只宝可梦都能够查询 前提是你曾捕捉过这只宝可梦 而其中有几只宝可梦能够查询的动作 有三个 就像是喷火龙 他的第三个动作才是他的逃跑动作 以上就是我分享给你 100%绝对不会断连锁的方法 只要抢先逃跑 不重开游戏 不做其他宝可梦 就不会断开连锁 其他像是与训练家对战 或是走到其他的地图 都是不会令连锁中断的 将来我会再做这支影片 和大家详细介绍 宝可梦Let's Go内的连锁系统 若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帮我们按个赞吧 想要看到更多宝可梦的资讯 就记得订阅还有小铃铛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